迎接中国的情人节 欢迎华山基金会在国家身心人数的赞助之下 特别安排时段来享用情人节的大餐 当时也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 因为这些独特党卫是很久都没有老婆来背叛人 在这个乱爱的一期是特别思念 也就这个机会感谢华山基金会 在这段时间的背叛 见到气氛是相当温暖 华山基金会中备在台中分享和老婆的乱爱高兴 是认不出老下室两个白色 因为很久没有老婆的背叛 今年真凌晨 欢迎华山基金会就为了好家的阿公阿嬷 也能温暖过日 特别基盘这段话 我没有要说 我没有要说 就是阿嬷他以前年轻的时候非常辛苦 就是不论在经济状况或是要带小孩 这段话当除了让阿公阿嬷来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 以外 华山基金会也跟电影生心理事 准备一顿峰会这年这个大餐 举办这样的一个残悔 让我们的弱势的老人 他们除了在平常生活上 能够有一个调剂以外 对他们的生活精神上也会有所提升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这些满满的爱 满满的一个关怀 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其实社会是很温暖的 虽然很久没有老婆的伯伯 不过华山基金会中备 只都都华山社会的关心 在这穿梦爱的日子 阿公阿嬷也有机会感谢华山基金会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爱心餐会 因为我们照顾都是一些弱势独居长辈多 那他们平常吃都很简单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一场爱心餐会 让他们在中秋节前夕 能够吃一餐比较好的 平常也都没有人陪他们一起吃饭 所以我们有特别办了这一场爱心餐会 那现在还有18桌卫目到 那一桌是6000块 我们9月14号那一天呢 我们预计会有10道菜 那是由香红餐厅的爱心师 他特别帮我们针对老人家滴油滴盐 刷路来华山基金会亚中美地 9月14号基盘中处外地 要邀请管来200号 为留学中备来养用澎湃料理 不仅办法也要欠金会 是真欢迎大家来做爱心 让阿公阿嬷有一个温暖的中处够 记得你三差不多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